現在呢 民進黨在桃園市的選戰 等於是選前換帳 鄭英鵬要來批戰袍 接棒參選桃園市長 不過呢 桃園市議員劉許廷 他稍早的時候就說 林志堅已經失去一個台大術士 輿論延燒太廣了 民進黨必須在中華大學 做出決定之前來止血 免得風波再度擴大 民進黨當然是 以勝選為唯一考量 那我是覺得這一段時間 國民黨也值得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說在林志堅自爆的情況之下 如果張院長的民調上升幅度是有限的 表示要再加油 就是要積極努力的 去開創自己的選票票員 而不是去期待民進黨人 一直持續的犯錯 因為民進黨人就算犯錯 他調整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在野勢力是不可不防 那我也不認為是因為 他單純的看到一波 這個落後10%的民調就決定換人 我認為他會這麼倉促的換人 是因為在昨天林志堅去參加 中華大學學輪會 他應該感受得到了 這個中華大學也要從獅子列車下車 他們不會被控制的 所以他一定要在中華大學 去做出論文撤銷 第二個碩士的判決下來之前 趕快退選 讓所有的 這個衝擊集中在林志堅身上就好 但是不要再去波及其他民進黨的選將 我認為這是他們有做過 縱密的政治沙盤推演之後的決斷 在林志堅宣布退選之後 新北市議員葉元之就說 主要還是年輕選民大量流失 民進黨只好斷尾求生 葉元之還喊話說 過去幫林志堅講話的人 像是鄭運鵬 他就說他看過林志堅的論文沒有問題啊 那你要不要出來道個歉呢 林志堅退選 當然是民進黨的斷尾求生 因為林志堅的論文爭議這段時間 民進黨整個黨幾乎都陪進去了 用各種唬爛話在幫林志堅護航 然後連台大都被抹成中共同路人 所以這讓台灣很多中間選民 年輕人知識分子實在看不下去 所以造成昨天的一個民調也顯示 其實最反林志堅的是20到24歲的年輕人 那這樣子民進黨怎麼選下去 不只是林志堅不行的 甚至於其他的縣市都被拖累 那我只是覺得說林志堅退選後 過去幫林志堅講話這些人 要不要出來道歉 他們之前像鄭運鵬 他說林志堅的論文他看過沒有問題 所以鄭運鵬你比台大還大嗎 蔡英文 你說要大家一起捍衛林志堅的清白 要民進黨一起大聲的說出去 那你要不要出來道歉 林志堅這麼好讓他進去選啊 幹嘛不讓他選呢 是不是你們自己也心虛也理虧呢 然後我對於林志堅他的這個聲明 退選聲明 我覺得也有一段也很不滿 他講說他有很多願景要實施 但是很可惜桃園市長的選舉 已經成為境內境外政治勢力角逐的戰場 我想問他一下 請問什麼叫境外勢力 是美國嗎 是中共嗎 是歐洲嗎 菲律賓嗎 請問一下是國外的人叫你抄論文嗎 還是國內的國民黨叫你抄論文呢 所以從他的退選聲明 他還在那邊講抗中保台 還去扯隱含的好像他是被中共打壓 我覺得這個簡直沒救了 連退選都不知反省啊 然後又說要在別的領域證明自己清白 我看不出來 我希望他如果真的那麼厲害就不要退嘛 連退選都不甘不願 這就讓人家知道說這個林志堅 簡直就是個草包啊 現在呢讓鄭運鵬來接替披生戰袍 來參選桃園市長 好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臉書上PO文 他特別提到了 他說林志堅市長呢 承受最多的委屈跟壓力 所以呢非常佩服他 也願意全力的來協助他 他說什麼 我們看到紅線的部分 下一個階段我們要協助的是 讓他專心捍衛清白 跟爭取他個人權益 所以他在這邊表達 願意接受選隊會的徵召 代表民進黨參選桃園市長 他說這是個榮譽 也是我的責任 好接下來他的內文 其實大部分呢是強調說 因為他本來就是來幫忙 做這個競選總部這邊的工作 所以他本來就有在參與在 包含他們的政見啦規劃當中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他自己要去接手 這是很快的 他只需要花一點時間來整合 那除此之外鄭運鵬還特別講到什麼 他說這段時間選舉有些逆風 但是逆風也會讓大家覺得比較涼快 他也想要告訴很多支持林志堅市長的朋友 都很捨不得 但是呢請大家把眼淚流下來 勝選之後再來掉眼淚 最後他再次再次再次的強調 他說責任來了我就扛 他說我們呢會迅速的整隊 繼續堅定向前來贏得勝選 好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鄭運鵬 他在自己臉書上的PO文 其實不管呢從這個林志堅本人 或是鄭運鵬來說呢 他們都一直強調什麼 都一直強調說如果你滿意前面的8年 那麼你就應該要繼續投給民進黨 好他們現在是用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想要去呢彌平想要去減緩 這個林志堅他的論文所造成的傷害 不過在這個部分呢 也要看大家買不買單 我們來看到台北市長這邊的參選人蘇患志 他其實也很關注這件事情 他特別怎麼講 他說呢林志堅到了中華大學 學論會來做說明 但是被劃進界線 好本來想說呢台大這邊已經掰了 沒有關係中華大學還有機會吧 好沒想到呢是直接可能會被KO 所以呢他們提前來做準備 那麼黨內是不是就心裡有數呢 早早來決定說今天召開會議討論林志堅 是不是還能夠升任桃園市的參選人 才會做出最後最後林志堅退選這樣的決定 就是說林志堅的媽媽還有他的小孩 特別他的小孩說請他爸爸不要再參選桃園市長 那另外就是他去參加中華大學的學輪會的時候 那麼也呈現出說中華大學的學輪會的成員 都跟他某一個程度保持距離發清界線 那也顯現出說中華大學的學輪會 也可能做出對他不利的 基本上我們認為說如果他繼續選下去 以目前的情況可能是會非常的嚴重 就是他的這個不只是傷害他個人 也不只是一絲無命 可能是整個民進黨的所謂的基本的誠信破產 這麼嚴重的一個情況 那政黨的形象可能就會受到嚴重的摧毀 所以這個時候做一個斷然處置 其實對民進黨應該是一個止血的動作了 除此之外林志堅的退選記者會能看出哪些事情 包含的是鄭運鵬本來就已經是第一順位了 所以直接借替剛剛好 再來就是林志堅本人對於論文抄襲這樣的事件 他其實是沒有來直接的回應他的核心的 對此民眾黨的新竹市長參選人高鴻安 他就直接怒轟了 他說民眾更重視的是什麼 政治人物犯錯之後的態度 說說簡直是死不認錯硬拗到底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絕對不是台灣社會的核心價值 其實在台大的學術倫理委員會做出了撤銷學位的判定 再加上中華大學的學術倫理委員會召開完之後 其實看到陳志堅先生在一些專訪節目上的表現 我想其實大眾的心裡面都已經有了一把尺 其實我想民進黨自從從蔡英文總統下令全黨要來捍衛林之間的清白 也不乏看到許多的綠營人士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決定的不諒解 這樣子的一個事件其實充分的告訴我們 如果今天政治人物或者公眾人物對於這樣子一個犯錯非常明顯的事實 還要持續的硬拗而且死不認錯 這樣子的一個反應也會讓所有的人看在眼裡 所以我想這一次林志堅前市長或者參選人他的一個退選 其實代表的背後的因素是不要跟社會對桿 不要跟台大對桿 今天如果社會大眾對於你這樣子的一個論文敲襲的案件已經心有定見 即便是民進黨全黨來互利 或者是蔡英文總統來下令要保護捍衛你的清白 其實都沒有辦法挽救你在社會大眾心中的形象 林志堅前宣佈退選那當然大家也要關注了 在桃園市其他黨的參選人怎麼看待呢 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推出的參選人張勝正 他就說了民進黨因為林志堅讓學術跟參選人的誠信都被破壞了 要求總統蔡英文還有桃園市長鄭文燦應該要向桃園的市民 甚至對全民來道歉 除了林志堅以外 蔡英文主席跟鄭文燦市長 必須對我們桃園所有的市民 甚至我們全國的民眾道歉 今天他們的說法是說林志堅退選 讓我們選舉回到正貴 什麼叫做正貴 這次這個選舉 候選人該有的誠信已經被破壞 學術教育的體制跟誠信的價值也被破壞 這樣子還有什麼正貴 我覺得民進黨的說法只是替自己想要從論文事件脫身 一廂情願 所以蔡英文主席跟鄭文燦市長 你們必須要出來道歉 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國安局局長陳明通 一路在袒護他的學生林志堅 放著國安局局長的事情沒有好好的在做 我們覺得他有失職守 必須辭職下台 第三下面要接手林志堅來選桃園市長的鄭雲鵬委員 他也是一路在袒護林志堅 幫林志堅開記者會 甚至在記者會上面替他講話的時間 比林志堅還更久 我們覺得他不適任桃園市長的候選人 桃園的市民已經不能再接受 另外一個沒有誠信的候選人 第四 我們對民進黨裡面的朋友 高嘉瑜 王世堅跟鄭寶欽 他們能夠在黨內 不畏懼黨內的壓力 不畏懼我們這個蔡英文主席的威權 能夠仗義直言 我們對他們非常的敬佩 再下來關於我自己 我們還會持續一步一腳印往前走 繼續的去想說 什麼樣的政策 這是對於我們桃園市民最受用的 往前走一直走到我們勝選為止 我覺得民調高高低低一直都在變化 重點是誠信 誠信沒有了 民調差多少怕都沒有用 誠信破產的時候就應該退選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baby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